慢慢習慣,我剛剛講的,就是我放在哪裡,雲端白板 所以這個雲端白板,這個也是我自己創的一個新的名詞 對,應該以前你沒有聽過這個雲端白板吧,對不對 那後來想說,因為以前每次都寫一寫白板 然後同學頂多是拍個照,那我要把它擦掉 然後他又寫完,又拍個照 可是這個感覺好像也沒有特別好 然後,而且白板可能要很大,又要換很多顏色 後來我想說,那倒不如乾脆把它放在雲端上 那因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雲端大家慢慢比較 應該慢慢比較習慣了吧,以往可能沒有那麼習慣 所以現在我是把這個東西放雲端白板 所以未來的所有的相關的東西 每次上課的東西,我都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請各位,就慢慢習慣在哪邊找 像我們剛剛問題00的這裡 所以你找到151這邊,打開來就會有這東西 所以剛剛的公式,上面這個是一個圖 這個圖沒辦法複製的 但是底下這個是可以複製的 所以如果你剛剛有些地方,也許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要不你就是先試著Ctrl-C,Ctrl-V,先完成吧 然後自己再往前 接下來就是我剛剛講的VBA 那VBA基本上有兩種形式 按鈕跟插入函數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在練習這個的時候呢 自行在這邊複製一個 一個新的工作表 旁邊叫VBA 那複製工作表,你可以拖拉過來 多按個Ctrl-鍵 Ctrl-鍵按住了嘛 你會發現有多一個加號對不對 放開,它就等於複製工作表 這樣比較快一點 或者你按右鍵這邊有複製移動 不過我覺得它麻煩,它打勾 還要再... 你乾脆用拖拉的就好了 把這個呢,改名叫VBA 就這樣旁邊這邊,把這些都刪掉了 這個不用了 因為我們不需要那些東西 但是要重新再定義一個新的東西 那最後結果做出來類似長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何按下它,它自動幫我做完這些事情 然後如何清除,按下它自動清掉 所以你的邏輯,也許你第一個啦 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沒有接觸過VBA 如果沒有的話 第一個啦,你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這開發人員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其他命令裡面 如果2007的話,是在常用裡面 這邊有個啟用 那個在功能區顯示 這個預設是打勾取消 你要打它打勾 那如果你是2010的版本的話 那就會在大概這個位置吧 會有一個也是把開發人員標先打勾 所以你回去先看一下你的版本 如果版本不同,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第一個,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那裡面會有個V叫Basic 那我們要怎麼樣撰寫剛剛這個VBA的程式 請特別注意 打開Visual Basic之後 習慣上是先把它縮放一下 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一邊看著你到底要做什麼 再去撰寫後面的動作 那裡面包含哪一些東西 基本上我把這些通通把它刪掉 裡面的話基本上呢 這些是我剛剛撰寫的 那這個也是原來沒有的 所以把它移除掉 原來你們應該 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你開一個檔案 它裡面會多一個VBA Project 那我們是151這一題 所以記得哦 你要找到這個裡面 就是這個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專案 它是把它當一個專案來看待 那裡面如果你要撰寫按鈕的話 記得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特別注意哦 你要撰寫VBA的程式之前哦 先要插入一個模組 那記得你不要插入到其他的那個專案哦 一定要找到是 你現在這個檔案的下方 會有一個模組 一個模組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我會需要 假如我需要一個按鈕 叫做刮鬍自竄 那這個名稱的話可以制定 你不一定要取這個名 因為我上面是要這個名稱 所以我就插入一個程序 上方有個插入程序 程序裡面的話呢 輸入一個叫刮鬍自竄 那特別注意哦 我剛講過 如果是按鈕是sub 如果是制定函數是function 那因為我要先撰寫是按鈕 所以是一個sub 按個確定 刮鬍自竄 好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產生一個sub 一個這個sub就是按鈕 刮鬍自竄 那盡可能是對應到那個前面 假設啦 如果你未來要需要一個按鈕的話 你名稱要取一樣的名稱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裡面的話 我們的邏輯第一個 要輸出什麼東西啊 所以這邊要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範圍哦 基本上就是從第二列 再到第十列 所以你可以撰寫一個 這個他自己打 4i 等於第二 到第十 Enter兩下 Next 意思就是說 我要將來 請你幫我做什麼呢 重複的動作 從第二列到第十列 做什麼呢 哎 請你幫我輸出 那可是我要輸出什麼東西呢 哎 你去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呢 找前刮鬍 因為剛剛邏輯嘛 其實就剛剛類似邏輯 找前刮鬍的位置 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找後刮鬍的位置 放在另外一個變數裡面 再把它怎麼樣呢 切割我要的部分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我要的B欄裡面 所以呢 我程式的撰寫 基本上就是 我會先有一個A 這個A是抓前刮鬍的位置 那這個A的部分的話 它等於什麼呢 那如果 我特別注意哦 那個在Excel裡面的函數是用Fy 可是呢 在VBA裡面呢 它叫INSTR 因為 Excel裡面的函數 跟VBA裡面的函數沒有共用哦 兩邊 有些名稱會一樣 有些名稱不會一樣 用法也不太一樣哦 兩邊是 雖然是同一家公司的哦 可是他們兩邊並沒有統一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那如果你要尋找東西的話 要用什麼 用這個INSTR 那它會給你幾個訊息啦 第一個就是START 哎 你要從第幾個字 沒有 我從 你 你 這個如果 裡面控的話 它會 從第一 從頭開始幫你找 那 它有個Streme 1跟Streme 2 特別重要 跟Fy函數剛好顛倒 它是 Fy是先找刮鬍 再找那個東西 它是剛好顛倒 它是 先在哪邊找 那我給他一個啊 請你幫我在儲存格 所以這裡可能要需要學會一個Sales Sales裡面的哪一列 第二列 哪一欄 第A欄 你幫我在A欄裡面找找看有沒有鬥點 有沒有這個刮鬍 如果有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怎麼樣 放在A裡面 它會 所以這個地方 假如是第三列的話 3 它裡面就放3 可是像這個找不到的話 它會放0 0的話 表示找不到 OK 那Fy找不到是會給Value錯誤 不太一樣 那B的話 再來我們就會多一個 第二個是後刮鬍 後刮鬍的位置的話 那我把它放在B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一個B 然後這邊的話是 後刮鬍 所以找到 那如果找到的話 那做什麼 所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A不等於0的話 這個敘述意思是說 因為如果找不到的話 會等於0 那 不等於0意思是有找到的意思 有找到的話呢 那幫我怎麼樣 輸出到那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同一列 DI列 在B欄裡面 等於什麼呢 MID 錢瓜糊 那這個MID 是BBA裡面的MID 跟Excel的MID 其實不一樣 但是用法一模一樣 OK這個就是 雖然是名稱一樣 可是 那個用法是一模一樣 Astream 第一個是你的字串 給他 跟他講說我的字串 反而是在我的A欄裡面 所以你幫我在A欄裡面抓資料 然後抓什麼 抓逗點 第二個 他說 STAR NUMBER STAR 從哪個字呢 從A A指的是什麼 錢瓜的位置 加1 逗點 長度 Legs 幾個字 就從B 減 A 再減 1 邏輯有沒有 跟剛剛一模一樣 OK 好 程式寫完了 就這樣而已 沒幾行啦 如果你當然寫完之後 可以接下來就是什麼 游標放這邊 去把它執行看看 不過如果你怕說 會有萬一寫錯的話 你可以再按F8啦 足行慢慢跑啦 不過如果 通常應該是對 我們來執行看 有沒有 出來了 那可是特別注意哦 未來撰寫程式的說法 千萬不要急就張 該縮排的地方 這個所謂縮排是按Tab鍵 有沒有 你會發現哦 其實我該縮排一定要縮排 另外呢 我在雲端上面呢 該寫註解的地方 也要寫註解 這個是我寫完的 那我這個地方 跟剛剛寫的有什麼不一樣 1 我把這邊複製一下 就是怎麼樣 多寫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單銀號開頭的 指的就是所謂的註解 诶 註解寫上去 感覺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本來是看不懂的東西 馬上 好像 看起來好像有點看懂了對不對 其實你是看懂上面的註解 層次你是看不懂 但以後的話 你是要慢慢的 如果你現在不會寫沒關係 我的習慣反正先把那個 你要做什麼的邏輯先打上去 然後再填空題嘛 一個一個的把它打上去 OK 那這些東西 未來都會反覆出現 像迴圈 Fourness 從哪一個列到哪一個列 那剛剛本來是 第十列嘛 那還有另外一種敘述說 從A2 向下偵測 Ctrl向下 它會追蹤到第十列 意思是說你的列數也許不是固定的話 那你的敘述可以改成這樣子 Range A2 這邊可以點 打一個點 And 指的是它的這個範圍的鏡頭 哪個方向的鏡頭呢 向下的鏡頭 幫我抓到點 這邊有個Row 幫我抓到裡面 最下面的列 是哪一列 用這個Row的屬性 回傳告訴我 那我就知道說 第十列了 當然如果你現在還有資料 這個數字就變動 所以這邊不太一樣 其他都一樣 OK 那輸出完就完成我們要的東西了 另外當然你要有個清除的話 其實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你可以 把這個回圈 把它Ctrl C 底下的話Ctrl V 回圈的部分留著 那其他的部分 因為我要清除的是 B欄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B欄 等於空的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改成清除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做法吧 清除吧 這個程序 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把它的B欄裡面的東西 丟什麼呢 丟空置串 所以清除這個地方執行 哎 清除了 有沒有 執行 清除 OK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再配合什麼 在開發人裡面有那個插入 裡面有這個表單控制項有按鈕 你可以再拉一個按鈕 對應到它這個刮鬍字串的名稱 那我習慣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個名稱複製的按個確定 再把剛剛的複製東西貼上 這樣可以少打4個次了 OK 按個確定 有沒有 還就完成 以後的話你就可以做完了 也可以產生你的VBA OK 所以請各位 這個我想 因為前一個階段也有講過類似啦 只是說我把比較重要的部分呢 再跟各位帶一下 因為我看還是 滿多同學 這個沒什麼概念 就麻煩 後面 都是 把這個再寫得更複雜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做真的一鍵完成所有報表 不過那前提是你要 會撰寫這些東西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這樣 第一個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把它縮放這麼小 確定這邊有個模組 按右鍵先插入模組 一個就好了 在這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刮鬍字串 當然你可以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重新打過 如果不行的話 先找到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的這個程式 至少你要懂得怎麼樣把它複製貼上吧 然後可以先讓它執行看看 變成一個按鈕吧 然後可以跑跑看 那把也許你覺得有些你已經知道的東西 可以先刪掉 然後呢 自己再重新打過 試一下